他手上拿着念诸,很认真的念佛 他说,阿慧祖先来阿弥陀佛天啊 有一天他在告诉我 他说 他叫我的小名,然后他说 我跟你说 这佛珠太小粒了 粒就没粒没粒 这佛珠太小了,念起来好像没分量 你看,有没有大一点的 我说有,我来找找看 我就到佛光山的台北道场 我发现了 有一串四分之一粒 那个菩提子 没有车过的 很大 四分之一串就这么大了 我说你要练,我就把他 这个,请回去 然后给他 他说,嗯,这很严重 这个阿弥陀佛念得很严重 很严重 你知道,那一串念诸练到他往生的时候 那一串念诸,发亮 这个阿弥陀佛念得很严重 那本来 很像 这个 粗粗的 上面还一层,粗粗粗一粒一粒的 那些都被他模 还帮他重穿过好几次 发亮 我父亲的往生很特别 他就睡一睡,这样就走了 他没有受到苦 他很特别 那么我们知道 人生有一个欲 生命究竟的欲 每一天工作 我们工作也有一个目标欲 勤,我们才能够振奏 我们能够用心去思考 去接触这些 能够真正的关照 去掌握有正确的方向 那么这些东西 就是在我们的事业生活上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这个 我们 再看 涵养精神能量 涵养精神能量 就是 信、敬、练、定、慧 五根、五力 五种根本 五种力量 就从这个地方来 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的心很稳定 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也很稳定 信 我每天很精进的 愿意去做一些 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那是精进 我时日各个起正念的时候 有丰富的知识 起正念 那念 我心里面能够安定 那就是定 禅定 我 有智慧 去判断 去思考 叫信、敬、练、定、慧 它能够培养 我们 产生到我们的精神能量 这个精神能量 这个精神能量 这个在心理学相关的 理由 它称它叫做 叫dynamic energy 叫做动态性的能量 叫dynamic energy 它说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psychological energy 特别还讲这心理 心灵上 会产生的 这样子的 一个能量 它会产生出来 有了这种能量呢 我们的人生 那么 我们的精神能量呢 丰富的时候 我们才会安定 我们有这个丰富的精神能量 说我们会健康 有这个精神能量 说我们做事情呢 能够持续 能够做得好 心里面会笃定 我们说 那叫精神能量 我们简单给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精神能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精神能量 如果 有一个人 他对着你 然后 批评你 甚至于 不只批评 他那个话 简直就是 把你看得很低这样 只有 只是一句话 就是那一刹脑之间 我们的精神能量 马上 就被那一句话搏走 我的 我的这个dynamic energy 会被搏走 那搏走了以后 我的能量下降的时候 他说我要想办法怎么样 去抓能量回来 那 他 批评了我 或小看了我 或委屈了我 我的能量被搏走了 那 我现在能量下降的时候 我要想办法 很快的把能量搏回来 那能量搏回来的时候呢 我可能 回过来批评他 或是谁会来消遣他 或甚至于 愤怒的 骂他 我还想把他搏回来 但照理讲 搏回来我们有时候在骂人 或者是对别人 讲了很不客气的话 跟他 对干那时候 我们当时有一点点爽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搏了一点能量回来 但是 从外图 从直接这样拨进来的能量 那个能量呢 是激化的能量 激化的能量很像我们那个电塔 我们电力公司 那个高压电塔的那个 那个电压 我问他们说 你们那个电塔最高的那个电压 那是多少 他说16万伏特 那我们家呢 我们用120伏特的电 那个东西进到我们家 我们所有的家电 是不是全部都毁掉 那所以 我们如果要把我们自己的心理内脏 要把它毁掉也很简单 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来发作 而且是常常发作 甚至于还会翻桌子 丢东西 拍桌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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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进来都是激化的能量 那些激化能量 就会伤害你身体的各个内脏部分 都会慢慢伤害 精神能量如果是缓和的时候 我们能够真正去行 慈悲喜舍 我们能够从真善美 我们从能够从 念佛经里头去感觉到说 我自己就生活 好像在极乐世界一样 你的能量会不断的进来 这个能量慢慢的丰富化来我们自己 丰富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会爆发 丰富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会变得比较好 禅定的功夫会比较好 所以 这个能量的一个激化的情形 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研究里头发现一个现象 这是 有一位美国的神经科学家 叫James Austin 这James Austin 他有一年到日本去讲学 他就顺便到草洞中 去学学佛 学做禅 回去以后 他本来就是神经科学家 他专门研究这个禅定 跟神经之间的关系 到最后他一直要找一个东西 我们身体 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 都有一个 神经这个脑袋 都有一个位置 情绪 有情绪的 管情绪的地方 思考 有思考的这个process的地方 最prefonded lobby 我的直觉有在我直觉的地方 找一个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被我找出来的话 我们用一种什么功课 让那个地方可以变得功能变好的话 那我就开悟了 有来开悟的时候 我们的精神的能量 就会越来越丰富 所以他研究了半天找不到 他说没有这个地方 但是他却找到了一个答案 他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的身体里头 有知觉系统 我看东西 听东西 接触东西 知觉 收集很多资讯进来 知觉系统 我的记忆 长期记忆库的记忆系统 有了这些以后 我 也会 类似跟这件事情 过去我留下来的情绪 感情的经验 会放在我的 这个感情跟情绪的边缘系统 然后呢 我要处理这些 我还有一个直觉系统 一件事情看了以后 我直觉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是什么 那个直觉 叫intuition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通通输入到 我的前额脑鼻子来process 来做 思考 决策 行动 做出一个正确的东西出来 然后他在研究里头发现 影响干扰最大的是情绪 这个人的情绪如果浮躁不安 或这个情绪很低落 那他送到这边来的时候 处理东西的时候 就会有问题 甚至于有时候 他处理出来的 这个答案 是错误的 但是干扰最大的 这个情绪的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的边缘系统 也就是在我们的脑干 周围那个地方 但是他要送出来的时候 有一条这个线路呢 一条蛮大的一条cable 他要送到我的前额脑鼻子的时候呢 中间要经过一个叫做 扣带回 叫前扣带回那个地方 前扣带回那个地方呢 比较柔软的 比较soft的人 soft的人 他的情绪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有小扫毒的功能 可以把它 把这个冲动 把那些东西给 给扫掉 然后把 这个东西的情绪 变成比较稳定的情绪 送到这边来 然后我思考出来的答案 做出来 做出来就 比较 这个亲民 比较觉醒 比较能够做出 我们正确的答案 所以 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精神能量 其实消耗我们最大的是 我们的情绪系统 那个地方就是僵的 那一人 一愤怒的时候 马上就翻车 一愤怒的时候 就举手 做他的家人 那个地方不行的时候 老板才讲两句 对他讲两句话 也没 也没多么怎么样 就稍稍批评一下 他而已 他马上递辞成 我碰到好多种个案 那么所以 这个部分 影响我们也很大 精神能量的部分 但是他 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那我们呢 自我觉醒 这部分 也就是七觉知 我们有念觉 折法觉 精进觉 喜觉 清安觉 定觉 舍觉 这里面 觉 灵性的觉悟 的觉 这件事情 是多么的重要 不管是 我们讲 念觉 就是我们的观念 必须是 清醒觉察的 折法觉 折法觉 就是我在做决定 选择的时候 我必须是 清醒觉察的 折法觉 喜觉 我欢喜的时候 不能洗都冲昏了头 我也要觉察的 清安觉 我要很轻松 我要过过 你要轻松也要觉察 不能轻松没有觉察 会把自己灌坏 是不是 清安觉 定觉 你真的心定下来 也要觉 也要醒觉 否则的话 会变成什么 变成死的定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 这个我们说 叫无忌空 虽然是定了 空了 但是他没有智慧 那么舍觉 我在我们的舍 割舍 舍 布施度上 也要觉 那这七种觉 全部都是在一个觉 这个问题上 但它的核心 刻底是在 整个结合起来的 这一个七觉知 整个合起来的觉 那叫七菩提分 它变成我们的真正的菩提 那么我们发现 当一个人愿意修正 从这七个地方 去修我们的禅定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我们能够去静观的时候 科学上大树的研究 具体上发现 宾州大学 那么这个 有一个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pirituality and the Mind 就是说灵性的研究中心 它研究到这个觉性 能够培养得起来 能够把我们的各个部分脑子 整合的祥和 产生很好的觉性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心灵呢 就进入一个比较清静的状态 那它在很长的报告里头 我把它归纳这几点 我们能在修行 能够去行持 这个是行佛 去行这 我们看到 第一个 它这个觉气觉所产生的 提升我们的大脑的 这个神经的功能 增进的 会增加我们大脑里头的 我们的心的回路 它会改善我们的生理跟情绪的健康 在生理上跟心理上 我们会变成健康 第二个 增进了我们的自我功能 这个每一个人 这个有一个自我的效能 叫self-efficacy 或者self 我们自己的ego-function ego-functioning 感觉到self-efficacy 这个东西会变好 因为我的心真正觉醒 所以增强我的自我功能 适应的环境比较好 对于周遭的世界的知觉 会比较清楚 第三 它可以产生我们的临近 内心里头的平静 而且容易发展出社团的意识 产生了爱心 提升了我们的创造力 有生之连 我们还看到超越的那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人能够自我醒觉 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来 那么这个能够行持 在我们的炼觉 折法觉 精进觉 喜觉 清安觉 定觉舍觉 这个地方好好做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这些效果出来 那么正向的人生 也就是八成道 七觉之八成道 这八成道是见 诗 语 业 命 敬 炼 定 这八个部分 都是正向的才行 我们有什么知见 我们有什么意见 必须是正向的 我们的思考必须用正向思考 我们的说法 语言必须是一种正向的语言 我们的行为必须是正向的 我们的行业工作 我们的职业也必须是正向的行业 精进努力也是要正向的 丰富的知识跟观念 这些东西都必须是正确正量的 那么安定也必须正向 合起来成为八成道 这是正向心理 谈到这个正向心理 我跟大家简单的来描述一下这个问题 正向的心理呢 在当今最红的心理学家里头 有一位叫做Norman Benson 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他说其实一个人的人生 他会变得真正的正向的话 简单的讲 最简单的讲 就是长处和美德 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他的长处发挥出来 长处美德 然后呢 他呢 归纳 全世界古文明里头 他归纳出来 有几样美德 是几乎是不管是基督的文明 罗马的文明 这个文艺世代 复兴时代的文明 或者现代的文明 中国的文明 都有 他说 佛教的文明 各个宗教的文明 他发现了 有这几样美德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 是 人道 一个人呢 能够对待人 行人道 第二个呢 他告诉我们 智慧 他是用智慧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用脾气 也不是用成见边见来解决问题 第三 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不会变得动不动就畏缩脆弱 第三 他是有正义感的人 正义是一种美德 有涵养的人 什么叫涵养 心胸宽阔 如果人家讲话还没有讲完都扑扑条 那没有涵养 有涵养的人 他可以听 听完了以后还可以跟他谈 甚至于从人家不同的角度批评的东西 还可以吸收到一些对自己有启发 有帮助的一些见解 涵养很重要 涵养对自己的健康也是很重要 超越的 超越 也就是说 他知道 除了这个人生之外 有一个超越存在的那个世界 他跟信仰 他跟我们的这个宗教生活是有关系的 他提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等一下 一个人的长处 把他人生有的能力培养出来 又有这些得横 他这些人 这个人的人生 他自然就走向正向的那个方向去 可是在真正运用以来的时候 他特别强到一个宗教 他告诉我们 他说 一个人 如果能够真正能够巴正道 这巴正道其实就是正向 他说正向思考是最重要的 叫positive thinking 一个人能正向思考的人 他自然而然就乐观 他说什么样乐观呢 他说我们平常生活 总会有时候会碰到一点挫折 会碰到一点难题 会碰到一点人不顺 或者别人对我们的批评都有可能 但是正向的人乐观的人 他只是想 他只是批评我这一件事情而已 并不是批评我全部 可是呢 碰到顺境的时候 悲观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富相思考怎么想呢 等着吸尿去 尿去等着死老鼠 是刚好是碰到的 他把他好的东西萎缩到 我这次运气比较好才这样子 这些人是富相的 是negative thinking的 他做的好的东西 因为讲说 这一次就只有一件事情 其他的我不行 他看起来 所以 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说 正向富相 正向富相 常常都是从父母亲那里学来 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爱之生责之切的 那样子的父母或老师 容易教出富相思考的 孩子或学生 只有爱之生责之切 只有在责不行 你要怎么样 他错的时候你要告诉他 他对的地方你要怎么样 你也要告诉他要欣赏得到 这样他才会正向 所以有的父母亲 他是整天都在挑小孩子的错误 这个错 那个错 结果他脑子里头都是富相的 但是有的父母亲他不是 他说 嗯 你这篇作文写得很有感情 而且你这篇作文很有意思 你把结论摆在前面来写 好像在写社论一样 有感情又有社论的那种架势 真的不错耶 这里面有几个错字 这里面有几个 你稍微改一下 这篇文章就很好了 那个小孩子会说越来越正向 如果 好的东西都不讲 你看 错别字这么多 文章又欠通顺 这个小孩子 有什么事情 回来 他越来越说 他的负面思考越来越多 会差 越来越差 有一个 妈妈 跑去跟我讲说 她说 她对小孩子要求也不多 国民小学要求高一点 住宅阿卡90分 到国中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住宅也有80分 但是呢 他常常没有到80分 就被妈妈 他说 现在呢 我的小孩子 却走不出去 他 这个考完了 这个 就是 这个练高中呢 他 细之晚了之后 也不去上学 就一直躲在家里 那就是负面思考 导致的退缩的一种现象 我讲的这些东西 从 四念处 四正寝 五根五律 七不敌分 八正大分 你看起来 这个整个东西呢 其实 都是很宝贵的智慧 都是很宝贵的智慧 透过这些宝贵的智慧 我们也很容易发展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 长处跟优点 所以 要行佛 要从三十七道品开始 我们真正能够过 日日是好日 夜夜是春宵 我们真正能够过得好 一个 能够真正 这个 行佛 乐佛的人 这个人呢 那么 他比较能够培养丰富的智慧 他的人生也变得比较稳定 比较庄严 他开展了 真正能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 而且能够开启那宽广的宇宙心 那么 能够这样子产生这个觉醒的时候 还有几件事情 我觉得 我给各位 报告的 从这个 三十七道品的行持 产生的我们的 长处 以及我们的优点 美德跟长处 这些优点 那么 我们发现 透过这个部分的行持 我们的人生真的 有佛光普照的感觉 一切比较顺遂 碰到一些问题 比较容易转环 往顺利的方向走 心情比较安定 也比较乐观 所以在研究上发现 这些乐观 欢喜的这些人 他们平均的寿命 比一般平均 大百分之十九 他们生病住院 发生病发病症的可能性 比负面思考 没有行持的这些人 那么 没有行持的人 产生病发症的可能性 高了很多 通常 大的手术 六个月 那个比较正向的那些人 也在行持的这些人 六个月以后 大概他身口都已经复原了 但是呢 那一个比较富向的 这些人呢 他们 再次入院的几率呢 却高了 是他的两倍 是一半人的两倍 他比较高 就免疫系统上来讲 这个 真正能够 用这个 道品呢 去开展 这个佛光普照的人生呢 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好 他们这个应付压力的能力呢 也比较高 所以 我们 在这里呢 那么 给大家讲 我今天好像来做一个广告 37道品非常重要 但是呢 这个37道品呢 其实 每一个地方 我都可以从心理学里 找到一些研究来跟它 相应 但是这37道品 你说37个我怎么行呢 你要把37道品整合起来 变成在练佛里头 你在阿弥陀镜里头 你也没有先注意到 阿弥陀的那一个极乐世界 时时刻刻 法音流转 是不是 让我们产生练佛 练法练圣 是不是 这里面呢 有孔雀 这个 有这个家庭平杰公命之鸟 是不是 他们呢 出荷雅音 是不是 让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真正看到 听到五根五粒 七不敌分八正道分 意思就是说 在我平常里头到最后 我总设在我的 那么阿弥陀佛里头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有了这37道品 你的身 你的心 你的灵 都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 得到很大的启发 跟得到很好的欢喜 我给大家报告到这里 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中华印经协会 做了各种的书 漫画书 故事书 经典 DVD 推广在学校 监狱 各佛教的道场 海内外所有的地方 为什么 大转访 所以要感恩 非常多的菩萨 不断地在关心 护持印经协会 也非常多的人 不断地来要书 DVD 到处到数十间庙去推广 愿佛陀的教法 满人间 令众生离苦得乐 感恩各位 护持中华印经协会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民中华印经协会 是雕塞 20658482 20658482 1 2